黑色轿车才刚转弯 车头急往左偏 碰的一身撞上对象车 一辆撞完再撞一辆 这是在开碰碰车吗 眼看状况危急 驾驶紧抓方向盘往右转 直到撞到电线杆才停下来 黑车车头变形 打横停在路中 被撞的两辆车板金凹陷 车壳碎片散落一地 惊险场景发生在14号晚间 土城台北看守所外 当时还有不少车流全被堵在路上 一个多小时后 交通才恢复顺畅 但驾驶怎么会连撞辆车还无法停下来 造成受害车主损失惨重 警方调查肇事的是23岁的灵系男子 公称开到一半 右脚突然抽筋 才会误踩油门爆冲 一是建议有抽筋体质的民众最好避免开车 若真的发生状况 第一时间记得把脚离开油门 开警示灯移到路边 若不是因疾病导致的抽筋 也要考量是不是开车姿势不良 开车突然脚抽筋 驾驶难以控制 幸好这回只有车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开车上路还是要衡量身体状况 避免发生无法挽回的意外 TVBS 王金伦 简余喜 新北市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